大家好 我是施健章 繼續給賽馬深水的時間 剛才一次過介紹了第2、第3場的5班和4班的千二賽事 這次有一隻馬 我覺得都是要介紹給大家 都是4班千二賽事 就是第5場的場次 在我介紹這隻馬之前 大家記得做四部曲 就是like我們的影片 share我們的影片 按鐘仔和做會員 這四部曲大家都要謹記謹記 因為剩下賽馬人不多 千萬不要錯過我們的貼士 大家希望繼續多多支持我們的食路頻道 有一隻馬上次的表現真的很好 由頭放到落尾 先看看如何贏 跟大家介紹這隻閻緣獨令 他上次如何在4班千二賽事 對著勝利才子 幸運有利也贏得到 很簡單 你看到10號放頭的那隻是閻緣獨令 跟這隻馬名一樣 這場馬由頭放到落尾 力度真的圓圓不絕地來 10號那隻 現在看到紅色衣 綠色帽 那隻就是圓動力 火車潘這次的圓動力發揮得很好 一開始出乘的時候 搶在頭一號房 很輕鬆 放成一條姜誠 慢慢等他走 幸運有利 整程都跟著他 都跟著他 但是你真的想不到這隻馬在火車潘手上 這場真的騎得非常出色 進來400米的時候 火車潘快速分一分張 然後推兩下 馬已經開始自己開人推步走上去 後面的幸運有利 不斷打不斷打不斷打 但是都不太能追到 還有後面的那隻 三隻隻食力才子 三隻馬都可以說是 彈開了後面的馬群 了 幸運有利 一路都是想追他 但是沒辦法了 再打下去的時候 怎樣都是對著火車潘這隻圓動力 火車潘這場 大家有本地看 騎得好 由頭騎到落尾 就一放到底 見得到這隻馬的實力 贏的勝利才子和後面有利 都是很有說服力的表現 這次他雖然抽過十檔 不是很有利 但是始終這隻馬的質素好 加榜又不是加很多 現在給火車潘其實都是124磅 我覺得在這個場次裡 他是有機會再贏多一場 所以就找了他在3T的場次裡刺關 拿去做膽 另外你說這場馬要選其他腳 都比較難選 因為要是在五班贏開 然後走上來 要是不太夠班 但都找到一些馬可以大家去參考 第一隻就是多多寬少 試襲都試得不錯 雖然是新馬 但是比阿頓哥騎五檔126磅 始終有時候季尾這些新馬一出來 可以完全令到大家很驚喜 沒有理由去走掉 因為始終這隻馬都叫做新馬 都可以去搏一搏 同場人的對手都不是那麼強 另一隻大家去想一想 就是神進馬車 他這次的檔是好的 四檔133磅 略嫌重些 今季季初贏過兩場之後 在三班跑馬地都上名 所以你說他在四班是否夠跑 一定夠跑 看看國能這次如何發揮這隻馬 始終這隻馬 有根據大家都可以去考慮一下 頭柱是拖腳 只是雙膽去買 最後一隻大家都要去留意一下 就是一隻當家信心 第一次跑完之後 上次開始都近了 今次雷神124磅 還有一個三檔 都叫做側身 對著那些馬 都有些質素 又不是太好 有些跟他一樣都是新仔 都可以去搏一搏 跑完兩場當他二元身之後 可能這場就會有些自然不同的表現 所以這場正路就是圓圓動力 當然是做膽 腳拖神進馬車 多多歡笑 還有多加信心 至於買三四重彩 或者三鐵 當然是要複膽地買 如果你說複膽 去用哪兩隻複膽 我覺得都是用一隻舊馬 神進馬車和圓圓動力 腳拖多多歡笑 和當家信心 就會比較穩陣 一口氣看完我三場的貼士 兩位好拍檔 Matthew和阿鵬 一樣都有好東西給大家 大家記住好好地做功課 我們一起在7月1日公眾假期贏白馬會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